这把真的笑死我了真的 大家看这个赛后小剧场啊 祭司说 笑死我 小提琴说 抱歉啊第一次玩不太熟 这就很离谱了啊 我是第一次见一个监管 因为自己没玩好而跟求生者道歉的 然后小提琴又说了 这是我对象的号他会打我吧 结果小女孩来了一句 这么差还有对象 这就很扎心了啊 小提琴顿时就无语了 倒是这个祭司看到这句话就有点不服了 说全程都是他在溜 意思就是说小女孩不配说监管在 全都是他祭司一个人的功劳 这么牛的吗 好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局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不是小提琴真的第一次玩 是不是祭司全程都在溜呢 好 开局先找到祭司 第一波拉弦 哎呀没拉中啊 接着插了个眼 准备来一波抽刀博弈 好吧 回忆失败了 祭司这个走位很明显想进版啊 小提琴一波预判 中了 好家伙 这波操作也不像第一次玩小提琴吧 该不是为了掩饰尴尬 故意那么说的吧 继续跟上 祭司想出去 这里又是一波预判盲拉 哎呀可惜没中啊 接下来这波就有点搞笑了啊 看样子祭司想跳下去 小提琴准备打一波落地刀 但是 人呢 祭司居然没跳下来 监管当场就懵逼了 可能大家看得不是很清楚啊 换个视角看一下 我的妈呀 这也行 难怪祭司会说笑死了 确实很尴尬 好吧 抓不到祭司 那换目标总行了吧 不得不说啊 这小我机心态还挺好啊 要是我宁愿输也要弄死那个祭司啊 找到小女孩 一波拉闲没拉中 然后又细波预判盲拉 哎呀 怎么又没中啊 说实话啊 这个小提琴的想法好像没问题啊 怎么就是拿不到刀呢 再看接下来这一波 小女孩躲在板子后面 又准备拉一波弦 看这波能不能中啊 哎呀 又没中 小女孩砸板 这波拉弦应该中了 没问题啊 接下来给小女孩上一波减速 说它应该不难的 中了 但是中的是条箱 然后不会吧 又换人 这里可以搏一波啊 看看能不能拉中 漂亮 普通攻击 哎呀 这个飞轮处很下半 条箱香水被破 应该很好说的啊 这里一波忙拉 没中 问题不大 这里一波预判 没中 问题也不大啊 但这波总该拉中了吧 好吧 电机开了 不过还有机会啊 这个位置抓个条箱 应该不难吧 哎 干嘛 哦 又看到祭司了 好吧 抓祭司也 好吧 我信了 这个小提琴 应该是个新手啊 不能说不会玩 只能说不熟练 但是这个祭司 说他全程都在溜 就过分了啊 人家小女孩 跟条箱也溜了 很久的好吧 全程没在溜了 就我一个人而已啊 我连监管的面 都没见过 我是个瘟子 呵呵